在过去的这个22年的能做到一千亿 实际上它是前十年是在一个依服于别人的技术 或者是一个铁牌加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它应该说是没有自己的主张 我们在这个品质控制上是做好了 但是你没有技术来领导 而且你更不可能谈上去真正的是服务于整个市场 那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的话 这个前十年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目前大多数的这个企业的现状 所以我们在后十年 我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专业化的企业 它难就难得要自我的一种挑战 如果多元化可能我们有所选择 而专业化是没有选择的 所以逼着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做到这个领先地位 所以我们后期在这个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上面我们做了 可以讲说是这种投的时候别人不愿意投的 我们都投了 所以在开发技术之后我们每年都是几十个亿 甚至我跟他们说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上限的 不是按照规定说百分之几的作为研发投 只要需要就投 所以这到了22年的时候我们通过品质管理人才培养 使得我们真正地实现了一千亿 那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不是像过去是用自行车的速度 也不是用汽车的速度 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用火箭的速度来要求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未来五年实现一千亿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驱动力可能就来自于一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文化建设 格力电器是一个倡导奉献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所以每一个员工都愿意奉献自己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和谐的 积极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对我们的自己拥有了自己的四个研究院 研究院我们可以开发出无数的 就是未来三年五年 那至于十年未来我们分析这个行业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它还需要什么样的改变 可以说它是有充分的准备 那么眼下我们更注重的是眼前我们仅仅围绕着这个特别是PM2.5的这个事件 人的健康是更重要 所以我们就会围绕着人的健康和我们的环境来做技术突破 所以当你拥有了这些技术给别人带来便利 给别人带来更多的是一种不仅仅是一个舒适 更多的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的时候 你的市场就拥有了 营销它在一个企业永远它只是一个一个树的树枝 一个树它不是一个树干 其实还是要解决根本问题 你做好了准备没有 你对消费者负责任了没有 如果没有这点 我们简单地把营销独立出来 说一个营销能够做成功一个企业 我说它就是个骗子 我们有三万几千家的专卖店 那么这样的专卖店里面 你要求它的文化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原来商人和我们之间就取到之间 就是你把这货卖给我 我们讨价还价 拿了个便宜的我去卖赚了钱 可能它就完成它的使命了 但我们现在把它的使命改了 不是做赚钱 是弘扬一个品牌 那这个观念的转变 就是使它的行为就发生变化了 就是我们在推广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包含了很多的你的行为 来决定你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采取的是一个是坚持供应 就是你不能是以自己为中心 要建立一个供应的体系 那么这供应体系就包括了我们消费者的感受 第二个考虑到我们合作者 他们的利润空间 第三个才能考虑到自己 所以我觉得你在供应思想下 就是你要做的就是变 而不是不变 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适应满足市场 这个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过去的那种营销模式 大家都跟到后面学 其实它只知道一个面的 我们更多的实施 这里面有个原则 任何一个模式 它都是要努力实现为市场服务 这个理念不能变